白族的春节风俗是什么?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、最隆重的节日,历来各个民族都非常重视。 那么,白族的春节习俗是什么呢? 白族人在大年三十早上就要写好春联。 中午,白族主妇到村寨中的本主庙里祭祀本主。 本主是村寨的保护神,也是白族特有的宗教信仰。 到了晚上,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,席上一定要有白族特色菜酸辣儿海鱼,表示年年有余。 初一早上起来,白族主妇先在院子中祭拜天地,再到堂屋中祭拜祖先,最后到大门口拜祭,之后才可以出门。 大年初一,有很多庆祝活动,到处鞭炮齐名,群众组织动精会、联池会,引领五龙队伍和财神走劫串巷。 各家各户争着把龙和财神请进家中歌舞一番,以讨吉利。 二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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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